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是刺客教條4 黑棋 上一集我們抵達了金士頓 然後... 所以就開始蒐集吧 原來從這裡上去 哇,那玻璃會割到手吧 那也不行 看來... 這麼俯瞰你也稍微複雜了一點 然後... 這樣的小陣一直給我一種很適合發展一個恋愛故事的感覺 好可憐 風車耶 欸,有資料 風車 水車比起風車更可靠更有效率 但是像巴哈馬群島以及加勒比海地區等地缺乏河流 因此只能採用風車獲得動力 尤其是18世紀風車的設計趨近於成熟之時 行政區教堂 行政區教堂 當英國的移民商人或水手在某個地區中到一定的數量時 行政區教堂通常也會跟著出現在當地 這些迷人 而且實用的房子布滿了整個加勒比海地區 提供移民一個平靜的公眾區域 可是剛剛那個玻璃應該會割我手的教堂 可是剛剛那個玻璃應該會割我手的教堂 這個要怎麼上去呢 看起來沒有路可以向上 可是這個獵風應該可以爬 他不給我 不給我動 或許可以 利用這個 把我轉上去 走 成功了 把爬要靠近中心一點應該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要這樣上來 沒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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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大煩 你還沒道理 我覺得會爬 還要有事 我應該要這樣上來 手稿 三個 先讓那個長官類型的睡著 然後剩下他這兩個 圍納斯至今日人像 聖盧瑪帝國的魯道夫二世超現實主義肖像 由16世紀的奇特畫家諸塞姆阿爾西姆波多所繪製 請注意前面看起來像朵巴黎山茶花 哪裡像啊 同樣也是彼得貝克福的收藏 哪裡 我還是沒有看出哪裡像巴黎山茶花 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巴黎山茶花的怎麼樣 總之我沒有看到花 總之我沒有看到花 門口有兩隻 我先擦他們兩個好了 你聽到我 你會拿到最後的水 你會拿到最後的水 走 算了 我下去 不要過來 這邊沒有人 趁現在應該沒有問題吧 應該換修剪 雖然我不知道有沒有差 吃殺的時候就想要換修剪 欸 找到了 應該透明的關係 我沒有辦法很明顯分別 不是找我 啊對 他們看到屍體 應該透明的關係 我其實沒有辦法很確定那個 拿鑰匙的士兵是不是 我可以直接看得到 所以 你要小心一點 有一個紅色標誌往我這邊指 可是 轉過去了 我沒有看到人 喔 被發現了嗎 啊為什麼每次都會自己跳出來 那隻被屍體引過去了 啊 我覺得那個 拿鑰匙的士兵應該是 我看得到的範圍 他應該就在那個門那邊 所以 到底那個 朝向我的箭頭是什麼 啊在這 那就是你 睡吧 這時候去刺殺他有被右邊發現了危險 喔 被叫醒了 那時候去刺殺右邊這兩隻好了 他是不是 吹哨 趕快過來 趕快取得鑰匙了 欸 怎麼會有人去消警鐘 我應該沒有被發現才對阿 沒關係 如果只剩人家人我只要不要被發現應該都還好 我在想辦法做掉那一狗在上面的 欸 我變黃色了 到底是誰發現我 他就在那邊來回走動走動 應該可以 從 掛在那裡暗殺他 我相信這裡面沒有人吧 在那裡 有一個 上面 那裡有一個看到我 他家 上面的衛兵已經把頭轉到 往右轉 所以現在應該算是安全的 大家都沒有看我 要衝過去嗎? 不行 有一個衛兵走過來 啊糟糕 我待在這個位子要是 我後面那一隻轉頭我就 快,你快走 好 啊,轉頭了 欸,欸 從這裡 不不不,下來 對對對 我讓他們互相殘殺好了 換取來可以引一些士兵過去 啊,射程外 那再等一下 這效果太好了 這效果太好了 他拉過去了 那我就趁現在 啊,這裡還有人 啊,這裡還有人 那就... 你先睡 然後... 然後... 應該不會被看到啦 耶,偷到了 大家快搬 嗯 我還是要先取得視野 我還是要先取得視野 啊 不知道為什麼 晚上都有一種 藍藍的,然後霧霧的感覺 在那邊 連在這個小溪上 就不知道會怎麼樣 還要來 是 有海盜需要救人 有海盜需要救人 欸 為什麼我被發現了 等一下 我的海盜 NO 我都還沒有看到他們 我就被發現了 哇 這邊還有一個俯瞰點 我還有超大塊的警戒區 不知道到底是哪裡 這外賓也太多了吧 他還是多有勢力的一個人啊 還是說這裡也有倉庫 很多錢的那種倉庫 對阿 那裡有房子應該是 搞不好是總督之類的 比起之前 忘記在哪裡遇到那個總督官邸 這個 戒備更深嚴多了 幹嘛 守衛弄睡覺 看 已經沈默一個部分了 哇 其實我們等一下一動 就會被看到了 那我俯瞰點應該不會在裡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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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根本找不到死角 好 讓他們混亂好了 讓他們混亂好了 不行 一般士兵的話一下就被解決了 我們要用浮頭冰海來進到混亂 所以我衝過去看看好了 左邊那個草叢 欸 糟糕 我不是要你狂暴 只能打了 太多了 太多了 都是只能打 只能跑 走 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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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就是要逃跑 先試試看從右邊進去 不知道會不會比較容易一點 他好像很難躲過這些守衛員事件 這裡到底是什麼地方啊 你也睡覺 不行他還看到我 你也睡覺 先拆了警鐘 最起碼不要讓他們增遠 太多人了 他們也快醒了 先殺掉 然後 製造一點混亂好了 看看能不能有什麼突破口 我看到適合製造混亂的斧頭兵了 看到適合製造混亂的斧頭兵了 好警報解除 到上面去把那隻槍兵解決跳 不見了 不見了 他可能跑下去了 那 那 我也下去吧 唉唷 不見了 不見了 我剛好看到 不過沒關係他不會增遠了 這邊那個衛兵已經在 這之前被我殺得差不多了 大概通過一半 還有一半 不見了 這裡人依然很多 太遠了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啊 又刷出一個 嗯 不知道混亂也沒有什麼好處 哦 這裡有一個 還好有看到 啊 他看到屍體 所以他去槍充 不見了 不行 手槍受不到 因為想說直接斃了他 嗯 嗯 他會狂暴化的話 首位應該都會被引過去哪 啊 我這裡還有一隻 啊 我這裡還有一隻 啊 我這裡還有一隻 我們就是工作 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這把翻過去一定馬上就被看到了 吹劍也不能用 還是先解決槍兵好了 還是先解決槍兵好了 如果先不管這個寶箱的話 就可以去 服看了 不過 等一下還要回來拿 所以 吹劍也能沒有 吹劍也沒有 吹劍也沒有 啊,那邊又來一個 啊,被看到了 不小心衝出來,想躲牆壁 結果 好 看來我只能逃跑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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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等一下越來越多就麻煩了 這部分都是安全的 如果再跑過去的話就要變危險了 看能不能讓他們互相殘殺減少人數 Engine dy acousticory 囃子 蓋 竟然什麼反應都沒有 噢...他追到我了 喔不...我不會先去 糟糕 啊我直接衝進去好了 換一下他們追不下 那邊來了一大隊 這牆看起來太高了 剩下四個 好啦...跟他們打吧 沒有別的方法 還好...順利解決 另外發現一個寶箱 欸...這裡也進不去 他入口在哪裡啊 怎麼不會是這個吧 來看一下 勞倫斯普林斯 齁...那個奴隸主 勞倫斯普林斯是個極為優秀的奴隸商人 他有整整80年都在非洲將奴隸運到新印度群島 在他的生命快走到盡頭時 他以半退休之次在金士頓附近買了座小島 他最活躍的一艘奴隸船之一 寡婦號 後來被著名的海盜山姆貝拉米搶走 祝...我們真的要提到奴隸販賣嗎 這歷史很糟糕 可是這就是這區域歷史的一部分 沒錯...但顧客希望獲得樂趣不是嗎 不是未來去評斷什麼不公不義的歷史 好...我們這支影片就先到這裡 謝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見 掰掰 拜拜